一家现状潦倒的电视台 想通过选秀节目的网络直播 做一番垂死挣扎 为了赢得高点几率 节目组不惜派人设计真人秀的桥段 不想却假戏真做 不仅把现场搞得狼狈不堪 还爆出了一连串的惊天猛料 而收视力却因此节节攀升 即两年前赢得出色口碑的疯狂电视台后 再度探导电视文化 以更为犀利荒诞的方式 爆料选秀节目的真面目 7月15日导演谢祖武 主演唐从盛 郑林等一席 出席了该剧在上海的发布会 选秀艺人平安等也来到现场 分享自己的选秀故事 那因为参加这么多选秀比赛下来 其实因为他讲到疯狂电视台和选秀 那其实选秀和电视台是分不开的 那我当时说是来参加这个发布会的时候 我想选秀题材跟我是蛮相像的 我也蛮有发言权 然后呢也合作这么长时间 也知道就是很多电视台的一些运作方式 然后一个个人的 其实是有很多是一些个人的理想画主义 和这种现实的一些撞击 撞击我觉得因为画剧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题材 因为我自己以前进修表演的时候 其实也是去进修更多的一种 类似于像画剧这样的一种夸张性的演出 它是一个因为像是可以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 就是这样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剧里面 要非常强化一个冲出的一个东西 那其实我是觉得我不知道导演是怎么设想的 但我是觉得的话可能我从我自己个人经历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你个人非常理想化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能够通过这个比赛 我能够获得什么种东西 但真正现实当中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尝试自己去妥协或改变的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最后想传播给大家的还是要有一个良好心态 然后是一种大家社会上还是一种正能量一种风气的东西 发布会当日 该剧还正式授予了选秀侦察团搜罗选秀内幕的使命 首次尝试通过网络爆料为该剧征集剧本素材 据悉疯狂电视台二支选秀风云将于8月28日至31日 在上海一海剧院演出六场 是SMG演艺中心推出概剧后的全球首轮演出 SMG演艺中心也已经开始为该剧《物色神秘嘉宾》 届时中国达人秀 中国孟志生等选秀明星 并有可能加盟演出 以选秀选手的本色出现在剧中 虽然大多数选秀艺人并没有演出过话剧的经历 但该剧主创的谢祖武 唐从盛都是从电视节目起家 在他们的帮助下 这些选秀艺人将获得专业的表演指导 挖掘自身更多的表演潜能